主题是走住挫折 他在讲挫折这个课题之前啊 牧师跟你讲的笑话吧 但是先声明啊 这个笑话你听了之后你不要去做啊 这危险性很大的 有两个同事啊 在办公室聊天 聊到一半呢 老板忽然走进来的 然后直接走进房间里面去 同事给你去说 你看老板 今天他的眼睁睁睁了 那个很多摩折啊 年很肿到什么事情呢 同事一边就说 我知道他昨天被老婆打 然后同事一边就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知道你打老板是被老婆打呢 那其实很简单 因为前天啊 老板骂我 我很生气 我就记一张很sexy的照片 记去他家后面写一些很肉麻的情话 给他的老婆 肯定他的老婆 替我出头修理他 所以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讲什么啊 这故事啊 只要人啊 人的心啊 是很诡杂的 可以想很多方法去害人啊 所以这张你不要写啊 不要以为你老板对你不好 把一个sexy的照片寄给你的老板的太太啊 这个是很大的灾波 OK 今天要给你讲挫败 讲挫折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Marchafin第十四章 二十五节到三三节 Mathau chapter 14 verses 25 to 33 如果你能看到 你就这里看 如果看得到的 你翻你的圣经 好不好 然后我们 能不能一起来读啊 一二三 夜里是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说 是的鬼怪 变开他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神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喘着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的船 风就出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这是神的儿子了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家民你今天早上求祝你打开你的话语 让我们有奇事的灵和智慧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主你话语的奥妙 来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 让我们能够侍奉你更深 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叫做信靠主耶稣 主啊 兴起我们 让我们再次的活着起来 如果我们灰心丧之的话 然后我们再次的被挑望起来 如果我们心情软弱的话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都值得祷告 恩告你的夫人 恩告讲台 让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照旧建立 那我常常鼓励一分别的 如果你要读圣经 你必须要懂得visualize 要懂得又看 好像看电影这样 我常常去电影看电影 这个牧师很不属灵的 常去电影看电影的 所以我常常会visualize 你读圣经你要读得很 懂得投入 很懂得了解 做到那个灵异 你必须投入进去 这个圣经啊 是讲什么呢 这个圣经讲到 耶稣有一天一个晚上 他服侍了人之后 他就到山上去祷告 独自一个人来祷告 然后呢 而且祷告了到凌晨 这个讲到夜里四更天 今天讲四更天 你都听不到 什么叫四更 一更两更三更四更 不是那是古代人讲的话 用现代人讲嘛 四更天就是凌晨的三点 六更天 所以你 我希望你在 读这篇圣经的时候 你关你的眼睛 一定要关 用心灵里面去感受 你站在旁边看 耶稣在山上那边 一个人祷告 耶稣也有一个人的时候 今天我要跟你讲 怎么走出错诊的第一 大家跟着我一起讲 错诊总是有的 错诊总是有的 耶稣上了众人之后啊 他独自一个人去山上去祷告 所以我们姐妹 耶稣到山上去祷告 凌晨三点啊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啊 三更半夜是什么概念啊 三更半夜啊 有没有一种啊 叫做众人皆罪我独行的感觉啊 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了 唯独他一个人在山上来祷告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 所以你看到我们耶稣的生命 他不是以上一儿子的身份来到的人世间 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世间 他也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无论服侍有多吗 他侍奉神有多吗 他总是找时间独自一个人去祷告 而且在山上祷告 第一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到什么 他懂得选逸点 第二 他懂得用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啊 此时刻啊 你有同样的感觉啊 你看到 你可能说主啊 我比别人更努力 我比别人更辛苦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挫折 那么多的失败 那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吗 每个人都在 睡觉的时候 我还在那边祷告 可是我的事情 我的问题 没有解决 好像有一首歌 我帮你们通过附近歌 这个阿给拉唱的 我比一把人家眼镜 我比一把人家家拍阿扁 我以后 我会在拍咪啊 是什么 什么 我不是歌星生 我知道大概是这样而已 啊 这个这样的心生啊 这样的歌的心生啊 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上讲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我努我一直这么屁 为什么我的结果还是这么厉害 三更半夜代表什么 三更半夜可能 此时此刻你面临了 面对很多的挫折和失败 你四周围都充满这样 我们知道 白天太阳最正宗的时候叫中午 那个是最亮的时候 夜里最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三点五 夜里所祷告到三点钟 他在这时候 他一个人也一样的面临着黑暗的 他的事作为也充满着黑暗 举手看不见屋子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圣里面 不论你面临什么事情 你面对的现在什么情况都好 耶稣很懂 耶稣也经历了这不样孤独孤单的生活 耶稣没有说 没有说他 正位 就说哎呀 以前我们拜神哦 这里一拜那边拜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神有没有知道我们的 的情况 了解我们的情形 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啊 刚才我们看了说你要懂得 Fishalize 耶稣一个人就说 他有明明的挫折 好了 祷告 祷告好了 下了山 结果船走了 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是呀 我没发现 没车子 Taxi不没 安走 知道吗 有这样的情况吗 耶稣就是这样 以前两千年前啊 坐船是很了不起哦 他的摩斯林是下车了 没有车了 没有船了 怎么办 耶稣有没有坐在山脚下屠哦 哎哟啊 你们这个姑娘家 人都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耶稣没有这样的 耶稣没有这样的 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你可能说我积极参加教会 我们积极服侍 我也有十亿奉献 我每天也探访病人 也每天坚持来俗经祷告 我已经祷告到深夜三点钟了 为什么我还如此这么狼狈 为什么还如此的多的挫折 事情还是这么样的糟 兄弟姐妹 我要告诉你这好消息 就算我们的主啊 长一晚万有的主啊 在山上到半夜啊 祷告出来啊 也不是风平浪静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时船在海中 阴风什么 不是 耶稣也面临不顺的时候 所以面临不顺的时候 不是你一个人而已 很多人我讲 牧师那里不知道的 我的问题比别人还要大 我的问题不是普通的问题 我跟他讲 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有两只眼睛 一个鼻孔一个嘴巴 都是一样的 都是人的问题 兄弟妹 所以你要跟人旁边讲 错的总是有的 拍拍他的肩膀说 错的总是有的 是很正常的 二 耶稣走到山下 他没有一帆风顺 他 环境也不是他所理想的 环境也不是他所意料之外的 结果这样做 耶稣有没有验天有人 耶稣有没有让环境来影响他 还是对着环境说话呢 耶稣没有让环境来说 耶稣做什么 耶稣走 这是什么 耶稣 耶稣走 这是什么 耶稣走在海面上 意思是说什么 耶稣趁风踏浪地走过去 耶稣解决问题 大家讲 耶稣解决问题 他没有被问题解决 他没有被问题解决 今天你是被问题解决了吗 还是你去解决那个问题 让我很坦白地跟你讲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 我们来教会啊 我们 其实跟外面世界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追求的东西 跟世界上追求的东西 没有什么两样 我常常讲啊 就是五指啊 什么叫五指吗 你想知道什么叫五指吗 要房子啊 车子啊 戒子啊 没有戒子 这样娶老婆 有戒子就有老婆 妻子啊 然后还有孩子啊 这叫五指 所以我们跟外面 没有信耶稣的一样的追求 这些世上的五指 车子 有人有了 有的房子还不够 我要买更大的房子 更大间的房子 有的更大间房子 他不够 他说我还要买两间三间 三间 他说你只有一个家庭 你住那么多 你买多少房子 你只能做什么 他说公司呢 你不懂 investment 投资 可是很可怕的就是 你只能住一个屋子而已 你只能一个时间住一间屋子而已 有人买很多 很多的车子在家里面 他说你只能一次 你只能加一两 你买了多两个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追求啊 跟世界上的追求啊 都是一样的 试想想 试问你自己 今天你成为基督徒 如果耶稣把苦难 把遭难 把挫折 加在你的身上以后 你会怎么样 现在 很多人去家会服事啊 是否所有的人都相信 也许为他更死的家 为他留宝血 还是只想参加比较有 比较正 正同一下 比较正义一点的 宗教团体而已 所以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 那些建造的人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 劳危 白费心急 所以 最重要什么 最重要的 你要懂得 依靠神 我们继续看下去 Next 大家讲 不要敬言放弃 不要敬言放弃 当我们 此时刻的你 你对生活 你对你的事业 你对你的家庭 你对你的感情 对你的经济 可能你就好像 这么样 在海面上飘着 飘着 飘着 飘渺不定的 然后充满的情况 我下地步该怎么样 我的家庭这么乱 我的经济这么可怕 我的事业这么 这么样的情况 我该怎么办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圣经说 主耶稣 粘满对于他们的所 他要讲粘满 粘满 耶稣没有一时刻放松 耶稣粘满对我们的情况 对我们的状况 说了这些话 什么话 我们第一来看 第一 放心 大家讲放心 放心 在希腊言文叫做 Daseo Daseo意思是说 要有胆量 要犯胆 就是说 当你有遇到很多的 或者的失败 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 不要没有胆量 放心就是这样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 要有胆量 当你在遇到你的风波 你的风浪 在遇到种种的情况的时候 你就没有胆量了 你一定会被浪 被这风浪 匆匆 耶稣说 放心 第二句话 也是讲 是我 大家讲是我 是我 要记住在你在面对很多的挫折 风浪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有耶稣 与我们同在 阿们 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耶稣宣告说 我耶稣依然没有放弃你 我依然与你同在 所以你必须懂得 凡事认定我 我必带你的 你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呢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无论你是上班的 你是做生意的 还是你是一个学生 你必须要认定 他是你的主 我们常常借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Savior 可是我们没有认认真真 把他当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人 我们只做我们喜欢做的东西 我们只做我们应该 我们认为喜好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不计把你 所以我们要学习 认定他 第三 耶稣讲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 在希腊言文叫做 Vao Vao这个字 不要怕这个字 在圣经就业和信业里面 总共出现了三百六十字 为什么要三百六十字 就是说耶稣对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年 六十五天 不是六十五年 很恐怖了 那是老妖怪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每一天 主都跟你讲 不要怕 不要怕 如果你今天遇到你的挫折 遇到你的问题而害怕 而不是耶稣的问题 因为耶稣老早就答应过我们 应许我们说 不要怕 所以你要懂得来看耶稣对我们讲的 意思说呢 上帝每一天都保证我们满有平安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复必害怕 因为这是上帝的因素 最后呢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可以学习一个人 这个人叫彼得 大家讲彼得 彼得 为什么要学习彼得呢 因为彼得是一个很敢敢求人 大家讲敢求 彼得为什么说彼得敢求呢 大家都在船上很害怕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过来 他们想 跪啊 大家都很怕很怕很怕的时候 走在船上不敢做什么东西 然后彼得做了一个很勇敢很特别的举动 他说 主耶稣如果是你 让我们留在海面上走 我们知道我们普通人啊 人类啊 是不可能走在水面上的 彼得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他向主求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 但是彼得求走到海面上 为什么要求走到海面上的分别呢 因为耶稣就在海面上 当我刚已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必须清楚 你为什么会失败 你为什么会挫折 就是你的方法错了 同意吗 方法错 方法错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回转 如果我们坚持方法错 还坚持得去 这叫PE 我用PE讲情记 所以你必须要回转 方法不对 所以我要找对的方法 彼得就找对的方法 他跟主说 让我走在海面上 因为他懂得转向耶稣那里去 请问耶稣那时候在那里 在海面上 他有没有在海岸上呢 没有 耶稣有没有在船上呢 没有 他在海面上 大家讲耶稣在海面上 耶稣在海面上 当你跳进海面的时候呢 你也就是得着平安的时候 因为唯有在这个时 在那个地方 你才能寻找到平安 当你敢敢跳进海面的时候呢 这也是你得着医治的时候 兄弟姐妹 很多人得不到医治 因为他找错方向 找错了方法 当你跳进海面的时候呢 这也就是神迹 神迹发生的时候 因为你能走在海面上 很多人不敢 人很多人遇到很多问题 他就躲起来 躲在山洞里面 躲在船上 躲在那个他舒适的环境里面 不敢冒险走出来 不敢在海面上走 因为唯有在海面上走 你才能够经历到耶稣 因为耶稣也在海面上 你看到我看到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不敢 我们不敢求 我们不敢跳出来 我们在我们舒适的环境里面 很把握的东西 把握 把握都不用忍计了 把握都不需要祷告了 把握都不需要信心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握 如果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你有把握吗 你有把握 你就不用面对有问题了吗 你就不用面对错了吗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握 你同样没有把握 你何不同样的依靠耶稣 把你的问题丢在那个海面上 跟耶稣一起走 这可能还有一个转机 许多人遇到挫折 就马上放弃了 所以他们常常看不到神迹 他们说 麦格牧师我信了耶稣不久 我总是没有看到神迹在我生命当中 因为你常常躲在船上 我没有看到神迹发生 因为你躲在你生日的环境里面 你没有走出来 彼得跟死一个门徒不一样的地方 他敢走出海面上 他知道他的方法错了 他要学习 他要向主求说 让我跟你一起走出来海面上 基督不应该跟着潮流走 也不应该看着环境来摇摆 很多人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 他们听到这里有很多坎桃 那里有很多坎桃 他们也跟着去了 哇大家都一起坐坐坐坐 如果这个门砍好就倒了 全部都倒了 看到没有 如果你这一辈子 这边听那边听 这边try那边try 你会很辛苦 到最后来牧师只能奉献 可以让你知道你会一如所有 到头来你会一事无成 我认为基督徒应该不是要做什么东西 决定任何东西 你应该要花时间来坐下来 来花时间去找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自己 来找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自己 我这样的讲话是很深刻的 深刻的感受 我常常 我在每周末时间 我知道我有呼召 我常常避免散开上帝的呼召 我去做别的东西 做一样东西 做那样东西 曾经落魄到一毛钱也没有 曾经也赚到一个晚上也赚到一万多块 每一个晚上都这么好赚 很舒服 花天酒地啊 天天都卖醉 天天都不同的夜生活 可是 那个醒了之后 那个心里面的空虚感 是不能满足 直到我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哇 那个心里面的心灵的满足 就被满足了 因为我被造 我这一生被造 是有上帝的旨意和激化 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愿意花他的时间 去找出上帝他生命中的激化和旨意 或使命也值得 只有唯有一个人不懂上帝的心意 不懂上帝的旨意 而去乱乱去传 这边试一试 那边试一试 他会莫费很多的时间 我奉励年轻人 我也奉励一些年长的 你要找出你的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激化出来 你就不会 呃 呃 浓廟 创墙地 因为上帝已经有一个大物片 我这里我要放一个短片给你看 这短片呢是讲到 呃 呃 曾经有一个 一个运动员 这个叫 Daric Redmond 是一个黑冷运动员 英国人 他在 还没开始 哦 几岸 几岸 还没开始 呃这个 他为了准备这个赛跑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训练了四年 四年也动了手 他的脚动了手数好几次 就是为了这个赛跑 结果 跑到一半 他受伤了 如果你是他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 哎呀反正都不能跑啊 一冠军已经有了 前面已经跑了 人家已经跑到冠军中 跑到终点已经拿到冠军了 我就算了 我就离开了吧 可是这个Daric Redmond 没有这样做 他虽然拿不到他的冠军 他也完成不了拿他的奖牌 可是在短短的两分钟里面 他引起了全世界六十亿的人口 全球的人 为他鼓掌鼓 因为他拿到他生命中的冠军的奖牌 他坚持到 因为他的目标 为他的生命的追求坚持到 是的 您的眼睛 如果大家请看 是不是 你的眼睛 他就是 鸡平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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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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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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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